好,大家下午好 我们上午跟大家聊了一聊 我们关于血管壁内 它炎症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今天下午想给大家聊聊 我们的大脑 以及其他方面的炎症发展的一些问题 其实说起来简单 慢性炎症 但是就像我们刚开始的这篇视频一样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 炎症是怎么样慢慢寝入我们的身体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讲座 大家对他的认知能够更强烈一些 可能以前我们觉得这里热 这里痒 这里胀 我们把它叫做上火 叫做炎症 但是我们过于不了解我们的体内 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其实以前我们会发现 东方人的 就包括我们中国人的 整体饮食习惯是以高碳水为主 没错吧 地里有什么 重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但是整个的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是什么呢 低碳水为主 基本上说原始人的 原始西方人的饮食特征当中 以游牧为主的时代 我们先不说西方 我们简单说把中国人分为东方和我们中国的西北部 就是蒙古族 藏族 包括就是维吾尔族 在他们这一边的生活习惯 以游牧为主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的饮食当中碳水量极低 是以牛 羊 奶 以这三种物质为主 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种物质 它是属于75%的脂肪 25%的蛋白质 加上5%的碳水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这样的饮食习惯之下 很少有特别特别胖的人 你们发现了没有 我们去新疆 我们去西藏 我们看到维族 藏族的整个的饮食 是不是肉为主 包括高脂肪 尤其他们吃的那个酥油 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吓人的高脂肪食物 在藏区 在牧区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好 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 是不是就像我们当代人所说的生酮饮食 其实生酮饮食并不神秘 是让我们在刻意模仿着原始状态之下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 而这样的饮食习惯 它的标准是饮食结构当中75%的脂肪 20%的蛋白质 5%的碳水 因为作为游牧民族来讲 他们很难很难守着一个地方等待粮食的成熟 因为只要从春天等到秋天要经历过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他们的手边一点点青柯和他们的酥油抓拌在一起 就会形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沾巴 有人知道沾巴吗 酥油加青柯炒熟的青柯抓拌在一起吃下去 这就是沾巴 而且游牧民族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当中 随时会有雪 随时会有风 所以说下一顿饭什么时候吃上 之间的距离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这样的一些高脂肪食物能够让他们的饮食的耐受性更强 就是吃了之后会很饱 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生活习惯 有人去过忽视吗 到忽视之后 大家可能看到在忽视早餐当中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 他们的烧麦很薄很薄的面皮中间一个大大的羊肉肉丸里面会有葱 但是在内蒙吃烧麦会有一个标配什么 专茶 专茶是什么 专茶是一些老茶根经过了非常深度的发酵 大家可以把普尔理解成为高级的专茶 它要经过了长年的发酵 我们在内蒙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的时候 你去问忽视人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吃烧麦必须要配专茶 为什么 刮油 有人听到过这个说法吗 吃烧麦配专茶 因为专茶可以刮油 这种大清茶 这些深发酵的茶可以刮油 为什么可以刮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刮油的习惯 就是上午所说的 我要保护住你的肠道屏障 不要让我们所说的这个烧麦当中的重重的脂肪 不要让它穿过去 让它滑下去 这是不是刮油 这是不是刮油了呢 大家好理解了不 所谓的用专茶刮油 就是它里边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菌株 还有大量的一些植物性的 我们说的木分素也好 或者说一些生物碱也好 它能够保护住你的肠壁 不要让重重的脂肪油脂在你的肠壁上引发炎症 更不能让它过去 让它排出去 这就是刮油 只不过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跟大家去做了一个描述 而我们看 东方人的饮食 就是我们中国刚才说的是内蒙 说的是新疆 我们东方的饮食当中 古代人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碳水 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但是中国古代的碳水和今天的生活一样吗 我们以前不会有精致碳水 我再问你们一件事情 大家是不是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粥是可以用来养胃的 是不是听过这句话 但是今天我们也听到过很多专家讲 不能喝粥 粥是没有营养的 粥就是糖水 哪一个对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正是这么多种的思想 会让我们感觉很混乱 祖祖辈辈告诉我们 粥是养胃的 现代的医生 比如说上海的张文宏医生 就说不要光喝粥 那个东西没有什么营养 它就是个糖水 都对 我们要理解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食物 我们的碳水 没有可能像你们现在吃的这么精致 而这些粗质碳水 你如果说把它煮成了粥 能够在火上经过长时间的熬煮 它会让你的胃的消化难度降低 这是粥可以养胃的一个原因 而我们现在的精致碳水 它里边确实除了糖之外 确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们现在的整体上的饮食结构里面 是让我们的胃 常年面对的是精致化的食物 就是它劳累的程度 其实是并不高 你如果在当代人的饮食习惯里面 你说好 我常年喝粥 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对于生活来讲 是觉得自己应该多去跑一跑 多去动一动 还是多应该坐在沙发上休息 大家可能都觉得 我知道我应该多去跑一跑 我应该多去动一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沙发上休息的时间太长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 每天在地里边劳作的人 是不是应该建议你不要太累了 坐在沙发上歇一歇 这就是劳逸结合 所以我们会发现生酮饮食 是一种西方化古老的饮食习惯 高碳水的全古物的低值饮食 其实就是东方人过往的饮食习惯 都对 但是唯一不对的是什么呢 高碳水 高油饮食 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 又可以高碳水 又可以高脂肪的 我们的整个的基因 没有办法去耐受它 曾经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来 我们这两天讲了这样一个事情 Omega 3 什么叫做Omega 3 Omega 3其实的主要成分就是亚麻酸 还有就是EPA 还有DHA 这个曾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3A黄金 就是ALA EPA 就是ALA EPA DHA 这样的一个3A的黄金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人说肉蛋适量就好 不对 首先什么叫适量 适量的前提条件 你要懂量 你如果能够非常懂这个量 才能知道什么叫做适 我们总觉得是什么呢 美亚有一点就叫适量 或者觉得这个多一口 那个少一口都无所谓 这不叫适量 这还是基于我们不太懂这样的一个价值 其实在这里边的话 如果单就这三个成分而言 我再问大家一句 大家看到没有 我曾经说过这句话 中良集团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亚麻酸猪肉 有人看到过吗 中良集团推出的亚麻酸猪肉 它为什么叫亚麻酸 它不叫这些 它为什么不叫Omega3猪肉 它为什么叫亚麻酸 我们知道亚麻酸是人体的必须氨基酸 但是EPA和DHA 这两个是我们人体可以合成的 所以说中良集团在它的猪肉的饲料当中 赋予了大量的含有亚麻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那么就会让它所饲养的这批猪里边 亚麻酸含量高 它合成的EPA和DHA的量也会高一点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提示 什么提示呢 你只要常年坚持着吃这些含有亚麻酸的食物 你自身体内的EPA和DHA是可以自己去合成的 能理解了吗 同样是作为一个鱼 我们为什么会发现这个鱼本身有一些鱼 它自己的我们所说的Omega3的含量就高 但是有一些鱼的Omega3的含量就低 为什么呢 看它吃什么食物 养殖的鱼 如果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大量给这个鱼喂海藻 喂藻类 它的鱼身上的Omega3的含量就高 如果它大量的吃的是饲料 你不要觉得吃鱼 就一定有Omega3 它不一定是这个东西 这一点我们能理解吗 所以说大家在看牛肉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两种 一种是草寺牛肉 一种是骨寺牛肉 草寺骨寺 我们选哪一种 来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草寺牛肉 骨寺牛肉 我们选哪一种 草寺的 对吧 草寺牛肉 就是因为草里边含有着大量的 我们所说的亚麻酸 那么在牛身上就可以合成一定量的Omega3 而骨寺的是什么呢 人们现在在用大量的玉米和骨子去喂这个牛 那么这个牛是吃骨物长大的 它身上就没有Omega3 形成的是大量的Omega6的脂肪 所以听过课的伙伴都知道 牛肉要买草寺的 用牛的道理 我们反推现在吃饲料长大的猪和吃穀物长大的猪和吃中粮这种用草养大的猪是不是就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觉得现在的猪和你们小的时候吃的不太一样了 因为小的时候人吃不饱饭猪是吃什么红薯藤吃猪草 其实以前我们的养猪的整体方式是草寺猪为主 餐一点点的穀物 而现在大量供应的工业化的猪肉是饲料型的 所以它的脂肪结构完全不一样 味道一定会有所不同 再说我们的人 我们了解了猪了解了牛 大家是不是就知道 当你常吃的一种食物最终慢慢慢慢的会影响你自己身体的脂肪结构 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要知道 来 亚麻子粉 亚麻子油 这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取的 为什么呢 亚麻子油当中 我们为了验证这些产品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个最基本的检验 大家看一下 来推个进去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黄曲霉素 在这个油当中大家看到没有 未减出 也就是说我们去检测的时候 就可以证明我们所选择的这些亚麻子是新鲜的亚麻子进行冷闸 因为这个黄曲霉素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呢 高温会产生 还有就是什么呢 当这个油的原材料的处放不大 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 所以没有产生黄曲霉素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 我们选择亚麻子油主要要看的是什么呢 几个指标 亚麻酸 油酸 还有亚油酸 最重要的亚麻酸的指标是多少 100克当中55.2 也就是说55% 就你吃这一口油当中 有55%是它的什么呢 亚麻酸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也可以模仿着猪 模仿着牛 我们大量的服用这样的一些含有亚麻酸的脂肪 亚麻酸的植物 那么让它在我们体内慢慢慢慢的合成 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大脑所需要的这个DPA 还有什么呢 这个UPA 还有DHA 那么大家在拿到这个油的时候 首先来我倒数一点给你们看一下 能看到吗 它的颜色是深黄色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冷炸油的一种颜色 因为它的出油量比较低 维生素还会偏高一点 所以它会有一种深黄色 如果是那种特别轻的那种黄色 那么这种油的话 那就属于叫热炸的 亚麻油的热炸叫胡麻油 就会我们是用金色亚麻 这个是它的兄弟 是金色亚麻 如果用胡麻做完的话 那个油会是一种棕红色的 这个油呢 我们建议大家是直接食用 比如说把它倒到勺子里边 直接喝下去 它的口味上是什么样子呢 有一点点的鱼腥味 其实说它有鱼腥味呢 在我看来是一种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鱼的腥味产生 是来自于它吃了大量的海藻 因为它本身可以说 跟海藻属于同宗同源 它们自己身上含有着大量的亚麻酸 其实我们应该说 是海鱼吃了大量的海藻 身上出现了一股子亚麻酸味 而不能说它身上有着鱼腥味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这个呢 是亚麻酸 是熟的亚麻酸 在它变成了油之后 它里边就不会再有膳食纤维了 因为在亚麻粉当中 有一种除了我们说的脂肪之外 它含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亚麻木分素 如果在家里边 它亚麻木分素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作用 双向调节我们的磁吸素 也就是说 如果说有乳腺问题 如果说家里的老父亲 有前列腺问题 亚麻木分素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调节性指数 那么在它当中 是更浓度高的 Omega3 就我们所说的亚麻酸油 对于学生的提高智力 对于我们体内的抗炎 甚至包括对于我们的一些 慢性疾病的好转 亚麻油的作用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们采取的这种 有机的金亚麻粉 金亚麻 做出来的这种亚麻油 在国内的量非常非常的稀缺 那么这样的一种油脂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高温 因为我们用冷闸的技术 就是要保证 它里边的一些物质 你如果按照中国的烹饪方式 一过120度 好好的油就废了 大家要学会 把自己的食用油当中 一半 改成它 一半 什么叫一半呢 凉拌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它 就是在包饺子馅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它 因为它都是一种 饺子馅 毕竟就是水煮的这一瞬间 也不会过120度 可以用它 还有呢 直接用 酸奶里边可以用 你像我今天中午 带的是一个什么呢 牛尾做的汤 我在牛尾 因为牛尾汤 它里边有着 Omega6的一个含量 Omega3的含量不多 因为牛尾 它没有给我标注 是草4还是骨4 我就没有去管 因为我要多一点脂肪 但是我在喝这个汤的时候 在里面就是倒了一勺 亚麻籽油进去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 而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 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学会补充一些 亚麻籽 大家可能看到 现在我们的很多会员 都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呢 大米饭上面加两勺 馒头边上加两勺 因为它是干粉 方便携带 就是你把它只要是放到包里边 装到任何一个小瓶子里面 放在办公室里面 它比存油要方便 油要放到冰箱里 那么粉的话可以随身携带 不管是你吃酸奶 还是说吃什么奶昔 还是吃什么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加几勺进去 而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改变 你理解了我要在这个饮食当中的配比量 和我为什么要配这个东西 你就能够进入到一种 我们叫做抗炎生活 所以大家在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在追求 就是什么 低脂 然后全穀物 然后就是没有肉的生活 其实这就在模仿着中国农耕时代的生活 就是蛋白质 然后脂肪 通过植物性的摄取 这就是中国农耕生活 那么生酮 其实就是西方人的远古生活 都是让我们要回归到简单化烹饪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来让我们的身体一步一步的回归健康 人为什么容易胖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次 曾经有人说糖尿病是糖代谢异常 脂代谢异常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上午和昨天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叫做什么的纸多糖纸多糖 它所应对的是中国远古 我们所积枕下的一个叫做什么 节俭基因 什么叫做节俭基因 我们有一个秋天要贴秋标的说法 是吧 为什么要有一个贴秋标的说法 贴秋标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冬季 叫做青黄不结 青是什么 青是春天的颜色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了万物复苏 那么所有的树都会变得绿绿的 这叫青 黄是什么 黄是秋天收成的颜色 黄灯灯的古物玉米在丰收了 这是秋的颜色 青黄不结指的就是那一份的惨淡 地里边都是枯草 然后树上没有绿叶 这叫青黄不结 贴秋标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在冬季面对青黄不结 面对可能来的饥饿的时候 身体当中多存一点点 这是贴秋标的一个游览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人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习惯 反正是秋天没事 我多吃一点 总觉得自己是在贴秋标 但是你会发现你这点标 一年四季都消除不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身来讲已经完全不需要挨饿了 我们一年365天天天吃精致碳水 天天向身体发出增加脂肪储存的信号 人类身上固有的节减基因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活 但是呢 它还没有消退 你们知道人类要多少年能够让我们这个基因改变吗 4万年到7万年 我们这代人赶不上了 我们这代人是第一代糖尿病的 或者说你们这代人或者说我们这代人都差不多 这50年当中的人口是第一代糖尿病的高发群体 因为我们跟慢慢的刚刚开始可以不出门就能赚钱 我们慢慢的可以刚刚开始是什么呢 叫个外卖就能吃饭 而且呢 饮食用越来越精细 是这个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会说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在面对多糖多油多脂肪 多蛋白质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能够用更精准的方法去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其实呢 糖以前是没错的 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 我们精米白面可以变成葡萄糖 我们讲过 那么脂肪和蛋白质能不能变成葡萄糖呢 你吃的脂肪 你吃的蛋白质能不能变成葡萄糖 来大家回答一下 脂肪 蛋白质能不能变成葡萄糖 脂肪和蛋白质都是可以变成葡萄糖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糖一升反应 所以人体的这个三大功能物质 蛋白质脂肪 因为蔬菜是没有能量的 维生素矿物质水是没有能量 没有热量的 真正有热量的就这三个物质 蛋白质 糖 还有脂肪 它们之间互相转换 这就是人类设计的非常精巧的一个功能物质 因为人体在利用葡萄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我们的大脑只能用葡萄糖 当你不摄入葡萄糖的时候 你的脂肪会直接 蛋白质会转化成 而且这个转化过程比淀粉转化成葡萄糖消耗的能量更多 所以说吃肉减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同样你大脑需要比如说200个单位的葡萄糖 你把淀粉转化成葡萄糖 你身体消耗的热量 何必把脂肪和蛋白质转化成葡萄糖 所需要的基础代谢的量 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就理解了 为什么吃肉可以减肥 吃面会让你变胖 大家能理解这里面的关系了吗 大家能理解这样的关系了吧 但是有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的细胞 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 我们讲过很多次 现代人的肥胖是由于你同时具有着高糖和高热量 什么叫做高糖 蛋糕里面的糖和你吃的这一大碗米饭和你吃的这一个馒头就是高热量 但是叫高糖 它不一定是高热量 因为曾经有一些博主说过大米饭可以随便吃 因为100克大米饭只有116卡的热量 大米饭不是一个高热量食物 没错 但它是一个高糖食物 而且你不可能只吃大米饭 理解了吧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人也不会胖 因为他们只吃粮食 为什么西方的人也不会胖 游牧时代他们只吃热量 只吃酥油 只吃黄油 只有当代的人才会出现什么呢 大米饭配着红烧肉吃 大米饭是一个高糖低热量食物 但是红烧肉就是一个高热量食物了 你把它但是它是个低糖食物 明白了不 大米饭是个高糖低热量 红烧肉是个高热量低糖 所以说你这两个单独吃哪一个 都不会造成止多糖 但是你把高热量和高糖食物非要凑到一起吃 就形成了一个炎症反应的止多糖环境 理解了不 所以说你每一口的饮食 就像我们讲的一块黑巧克力 对血糖毫无影响 100%的黑巧克力对血糖毫无影响 而大家吃着开心的好吃的一定不是黑巧 是72%的巧克力 甚至是65%的85%以上的巧克力 很多人吃不下 就是它里边必须要给你加糖 巧克力是什么 巧克力其实是一种优质的脂肪来源 你单吃100%的黑巧对血糖没有影响 当做一个健康的零食很好 但是你一旦吃了含糖的 到你的体内 它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呢 止多糖环境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既然止多糖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当中的常态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种能够控制炎症的脂肪加进来 刚才有人在问 是不是不吃油就有Omega-3了 做不到 因为我们说了亚麻酸叫做必须脂肪酸 你只能通过外面摄取 而EPA和DHA我们能够合成 你如果没有亚麻酸 你这两个合成不了 那么含油高亚麻酸的食物 什么是紫酥 紫酥油也算 但是紫酥油价格更高 它含的亚麻酸是60%多 是最高的 亚麻酸亚麻油含有55% 它的性价比更合理一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会推荐的是让大家生活当中去选一些亚麻油 而且不能选热炸的 要用冷炸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尽量用有机的 虽然说它的价格高一点 但是我们要作为一个油的配合用 一方面家里边的日常用油炒菜的时候 油稍微少一点 炒完菜之后 上桌之后 淋入一点点亚麻油 或者直接吃一点点 来让你的Omega3跟Omega6 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如果说你从你的小孩子开始吃 保持1比4就可以 Omega3是1 那么Omega6保持在4 这就是一个最低比例 但是作为我们成年人 尤其是你们以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吃单一油 油门人有这个样子的 家里的油不太换 就比如说东北人基本上是以大豆油为主 山东人以花生油为主 江南人是以菜籽油为主 来我也问问你们 家里边有没有不换油的习惯 就是常年吃一种油 常年吃一种油 有吧 对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你常年 你们很多人是常年没有涉入过Omega3 那么在这会儿的话就需要我们来保证 Omega3跟Omega6之间 做一个衔接 那么就需要我们把Omega3的量提高到每天摄入的最好是一半 形成一个1比1的比例 就是1比1 形成这样的一个比例上 那么慢慢的能够把我们体内已经存在的这种慢性炎症 慢慢慢慢的让它恢复过来 好 我们今天下午呢 也给大家讲讲一些葡萄糖的知识 其实核心的原因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所有推荐的健康饮食 都是在控制你的糖 控制你的油 都是在控制你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 只要是慢性炎症能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有序的利用 注意我的用词 有效的控制 有序的利用 当你的慢性炎症消除了之后 心脑血管疾病 各种的感染 各种的内脏性的代谢性疾病 都和你没有关系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 还有什么 是我们所惧怕的 完全没有 学会吃饭 学会用油 理解糖转换的公式 可以非常轻巧的控制我们的生活 好 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